主播記者現在所在的地方是高雄大廈 可以看到右手邊的這一棟鐵皮房屋 整個歪斜被強陣風吹了 整個倒塌 鐵皮屋頂都掀起來 而且整個窗框也是爆開的狀況 前半邊是一個汽車修配廠 可以看到好幾台停放的車廂 都被鐵皮屋簷打中 而且有一些後保險桿也整個脫落 非常的嚴重 來看到 其實從這邊可以看到整個屋簷可以說是已經開天窗了 裡頭的東西也全都是亂成一片的 而且目前整個狀況如果風雨一來可能會更加的嚴重 我們來問一下 其實有很多民眾已經把這個狀況拍到網路上了 大哥你看到這個狀況是不是很誇張 有一點誇張 剛好路過了 順便過來看一下 你有想到這次颱風這麼嚴重嗎 這次颱風真的很嚴重 因為我們家那邊也很嚴重 看到這個汽車修配廠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因為整個好像周邊沒有這麼誇張 但是這一頓好像經不住那個強風 因為旁邊都沒有限設 防風一下吹吹過來 馬上就倒下去了 這個很危險 旁邊更危險 會不會擔心他再來一陣風就把他吹倒 再一陣風就會吹倒 這樣子是不會啦 可是風如果再一次就倒了 可以看到這棟鐵皮屋其實已經搖搖欲墜了 這棟鐵皮屋其實前半段的話是汽車的維修廠 後面的話是工程行 所以分別有兩個業者來出租 到時候房東會如何解決 要把整個鐵皮屋拆除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稍早的時候初步跟業者了解後半邊的工程行 這一次的損失約上百萬 非常的驚人 那目前的整個狀況呢 可能還要再等就是相關的單位以及房東看要怎麼處理 不過民眾行進這個路段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因為整個鐵皮屋看起來是搖搖欲墜 隨時可能會倒塌的狀況 以上現場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鏡頭交換棚內